你了解中国吗?你去乎中国吗? 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球二白的面貌 把六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? 我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 和所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你了解中国吗?你去乎中国吗? 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球二白的面貌 把六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? 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 人均八千美元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? 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保护人权的话 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? 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 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? 我要告诉你 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 不是你 而是中国人自己 你没有发言权 而中国有发言权 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这种 不负责任的提问 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 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职责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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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